最近,网络上热传着一则消息,维亚拿下了一块价值2200万的土地,准备买楼盖楼。 这样的举动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议,有人认为这是大主播的标配,有人则表示不理解。 维亚本名黄威,1985年9月7日出生于安徽省卢江县,主播、歌手、全国青莲委员。 她的成功不仅在于她的直播技巧和推销能力,更在于她对于商品的精准把控和市场趋势的敏锐把握。 2021年12月,维亚因偷逃税被罚13.4亿亿元,各大互联网平台不约儿童的隐藏或者删除了有关维亚的信息,曾经红痛一时的顶流带货女主播,一夜之间便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之中。 对于维亚的逃税问题,必须承认她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顺收法律的规定,给社会带来了不良的影响。 作为一名社会公众人物,维亚应该更加注重自身的社会责任。 尽管维亚已公开致歉和接受了罚款处理,但她的逃税事件依然受到了公众的质疑与不满。 其实,维亚只是离开了离线,并非真的销声秘迹,旗下直播带货业务并未停止。 在转入幕后之后,维亚通过孵化蜜蜂精细社,海豚精细社等,以及矩阵等继续布局直播业务。 如今,千询控股已经形成了助播团、达人、明星等的多账号架构。 千询控股旗下还拥有多位明星主播和达人主播,其中以林一伦,毕竟,理想和李迈等明星最为突出。 还有光光是颗小太阳、大logo、七位等明星和达人主播。 尽管维亚不再抛头露面,但主播团们或多或少都竟然着维亚的意志。 除了各个主播团账号相似的直播间设计、带货节奏和话术,在海豚精细社的一条选品视频里还出现了一位戴口罩的师傅指导主播们挑选服饰。部分粉丝评论猜测是维亚本人。 不过,目前该条视频已经被删除。 离开直播间的一年多时间里,处于幕后的威亚夫妇并没有停下赚钱的脚步。 在依仗好具店保证用户不断流之外,夫妇俩还在投资领域步步为营,与直播曾合作过的品牌方式现深度绑定。 4月13日,杭州市宾将拘一天连续出让了三幅工业入地,其中一地快境被入选人为千寻。 杭州,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土地面积16031平方米,成交价2206万,相关信息显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董海峰,她也是威亚的丈夫。 威亚的事业发展过程中逐渐透露出她和千寻的野心,她们不满足于做一个电商主播或者MCN机构,而是希望成为一个附带供应链基地,电商主播培训营、电播服务、经济服务等子业务的平台及公司。 事实上,许多电商主播已经开始尝试延伸自己的影响力,通过投资房地产等方式掌控更多资源。 威亚的这一举动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有人认为,威亚是一个有魄力、有远见、有能力的女强人,她不会因为一次挫折就放弃自己的梦想,她有信心和能力重振旗鼓,重新登上直播带扩的巅峰。 有人则认为,威亚是一个不知悔改、不知检点、不知感恩的女人,她在偷税被罚后还敢斥资千万拿的,完全无视国家法律和民主舆论,她是在挑战社会底线和道德准则。 其实,主播有钱了,想加码投入,将影响力延伸至供应链,这并不为过,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时代提供的舞台,足够心怀梦想者巨大战身手。 只要是合法经营起的高楼,就是直播经济中的一道好风景。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再见。